白色小貨車行駛在路上 前方一輛機車 繞道擋在貨車前方 兩方就在大馬路上停了下來 後方車輛完全動彈不得 這是良性機車騎士火氣很大 甚至拿出安全帽 抄著貨車擋風玻璃 一次猛砸 他從後面抄車一直扒過來 他以為我擊殺 但是我是前面有車子 要讓人家右轉 糟灑的貨車駕駛 直呼實在太倒楣 糟灑的白色貨車 擋風玻璃裂成蜘蛛網狀 第一時間兩方發生行車糾紛後 警方到場 雜車的良性機車騎士 氣焰更囂張 我有你說不清楚 是一個阿分老人 問候我祖宗三代都問候到 是 幾天警察來 他還這樣推我 一場急煞誤會 機車騎士不滿 就拿出安全帽砸車 光是這樣的行警 道路交通處罰條例 就可先開罰 光是惡意逼車和危險駕駛 就得先吃上6000到24000元罰環 一場行車糾紛 當街上演火爆戲碼 騎士的囂張氣墊 莫無法計 記者黃天耀馬日文 新北市報導